各位好,欢迎回到安卖科技,我是畅畅传播 今天这期视频我会跟各位分享 如何在做视频的过程中适当的添加特写镜头 从而让你的视频更加生动 无论你想拍的是美食类,美妆类,手作类 还是产品展示类视频 都可以运用这样的拍摄方式 接下来咱们一起看一下 我拍的一个很简单的稳定器开箱 好 这是一个可折叠的手机稳定器 它里边是一个可折叠的稳定器 充电线挂绳 好,这边是一个支撑架 我把它撑起来 OK,咱们一起进入幕后 我会逐个镜头分享前面的视频是怎么拍摄的 第一个镜头是正常的出镜画面 交代开箱的参与者 我使用的方案是左侧和右侧各方的一个博光灯 手机架在一个三角架上 放在我的面前 我可以对着观众去交流 第二个镜头是大家在开箱的时候经常看到的 俯拍镜头 它像是一个上地视角 观众可以从上面直接看到整个桌面发生了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现在拿一个箱子放在桌上 对着镜头说 今天咱们来开箱一个手机稳定器 我使用的方案是把手机夹在一个C型架上 然后通过HDMI线接到一个小监视器 这样我可以看到我在画面里边的构图 有没有出框 然后有没有对上胶这样子 第三个镜头是我右边的一个特写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小姐姐拿了一个手机稳定器在拍特写 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这时候需要用特写来强调正在发生的内容 如果你只有一台手机内部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把手机固定在前面拍出镜的部分 拍完以后 然后把手机放在上面拍俯拍 再从这边拍特写 三个镜头之间互相的切换 这样也可以低成本的实现 多机会拍摄 产品展示的第一个镜头 我拍的是推镜头 先把稳定器放在桌面上 然后手机缓缓的相当靠近 来增加画面里面的动感 这样能拉近观众与产品之间的距离 另外稳定器它在画面里本身是静态的 咱们需要移动手机来增加画面里面的动感 产品展示的第二个镜头 我要把手机夹在稳定器上面 因为手在画面里面有动作 这时候可以把手机固定在这里 拍一个固定镜头 第三个镜头我拍的是一个特写镜头 咱们点拍摄 拍一个开机的镜头 拍产品主要是要展示产品的功能 接下来我会拍一个按键 然后手机横输屏切换的一个功能 用主摄拍特写 有时候画面会非常的陡 这时候咱们可以切换到广角 因为广角它运进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陡 这个镜头我找了一块毛巾放在桌面上 然后手放在毛巾上面 这样在桌面上摩擦 移动着会丝化很多 咱们试一下这样的镜头 好 开始拍摄 正常拍的时候 咱们的手机镜头都在上面的一侧 如果说咱们把镜头靠近桌面 这样来拍一个镜头的话 它的冲击力会更强一点 接下来的镜头 咱们拍一个更有冲击力的 把镜头放在桌面上 从底下往上拍 好 最后一个拉镜头 我想把镜头放在下边 这样更有冲击力 用拉镜头来表现段落的结束 随着镜头和物体拉得越来越远 画面里边空间越来越大 咱们可以在空白处放一些logo 或者是文字信息 总结一下 咱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镜到底 建议多机位多角度 增加画面的信息量 让你的视频内容更加饱满